第三天的行程当然是要从美好的早餐开始 来台湾一定要吃的早餐之一 一定是7-11 真的每天吃我都吃不完的选择太多了 我们两个刚刚从一个美食沙漠的地方来到这里 简直就是我们的天堂 有各种口味的紫菜包饭 胆治三文治 喝不完的饮料果汁豆浆奶茶 各式各样的面包蛋糕 最后他选择了一只深深恋的大红包 和点了一杯豆浆 我就选择了一个花生酱甲生吐司和一杯咖啡 在台湾7-11买东西一定是用邮游卡给钱的 下出我的限量版邮游卡美少女展示 好了开吃我们的早餐 虽然很简单 但这些美食在汉培拉里吃不到 吃完早餐我们就准备去台南最受欢迎的地标景点 奇美博物馆 虽然是第二次来 但也是被这里的规划和设计进行到 这个博物馆其实是一个私人博物馆 创办人的观念就是希望这个是属于大众的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结合了中西艺术品的展览 在外面你就会看到周围都是充满古希腊风情的雕像 搭配亚波罗品泉水池 这个博物馆会不定期有特殊展览开餐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自己买票 我们今次看的就是常规的展览 常规展览的门票是台币200元一张 性价比非常高 因为你可以在里面逛大概2-3个小时 我们首先参观的是动物厅 不得不说创始人真的有落重本去打造这个博物馆 一日去的一瞬间又被震撼到 首先看到的是大象家族 有一种来到非洲大草原的即视感 接着就会看到很多不同地方的特色动物 还有无理自然生态的展示 展馆以开放式的形式给大家参观 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这些动物标本 就好像在这里参与一场动物大游行 接着我们还看了冰气厅 西洋艺术厅和乐器厅 虽然我对这些西洋艺术不太了解 不过来这边涂液一下情操都不错 慢慢去感受美的展现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个景点都是台南一定要走的地方 又是我自己一个人很喜欢的地方 就是林百货 这间shopping mall建于1932年 是台湾当时唯一一间有日本神社的百货公司 当时只有五层楼的林百货是台南最高的建筑物 所以又被称为五层楼仔 不过在经过繁画之后 是一段很漫长的封闭时期 到现在重新变了台南旅游的地标景点 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林百货里面是什么样子 它一楼主要是卖半手礼 这边的半手礼和机场面碎电是不同的 它的包装设计都流露出一种很复古精致的感觉 随此之外 这里的地砖还保留了以前的红盒格仔风格 不是装饰出来的复古 是一种犹疑而生的怀旧 二楼是以台南特色的文藏物为主 这里你可以买到很多手工制品 譬如自己设计的帆布袋 香薰、钱包、各种小玩意 三楼主要是卖衣服的 这里的衣服设计和林百货整体风格一样 充满特色的设计感 继续将文藝怀旧进行到底 这里放的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好像独一无二 快点来买属于自己的衣服吧 四楼是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 有个cafe叫林咖啡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有吃他们的鳳梨酥和洛神巴茶 在这个这么有复古格调的地方用餐 真的是一种享受 不得不说经营者很用心 走了山一层楼一定会累 这时候刚好喝下午茶的时间 我们今次吃的是在五楼的另一间cafe 都可以吃到很多精致的小甜点和茶水 他们的每一种蛋糕 看起来都好像日剧动物里面那种 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林百货 记得要去顶楼逛逛 这里有台南唯一一个日式神社 还可以看到对面的土地银行 非常有历史感 临走之前我们还看到一个很古早味的游戏 在那个没有电子设备的年代 只可以手动玩游戏 你看连道具都是用木板做的 出来之后以另一个视角 看林百货也很漂亮 灯火通明的建筑 作为台南的地标之一 真是历史如现代融合的一个结晶 非常好地向游户展现了 当时台南最繁荣的商业区 走完街一转眼就到晚上时间了 在吃饭之前我们又去打卡了一个台南很有特色的孔子 叫做神龙街 很推荐大家晚上在这边走 因为白天的话是没有开灯 所以显得有些稀凉 到晚上周围的店铺就会开灯 沿途会挂上很多大红灯笼 加上石板路两边的老屋 真的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 这里的商铺就不像主街那么吵架 非常安静 沉陀着两边的灯笼 别有一番滋味 我们在路上还遇到选举人的目标 加上喊口号 这个画面真的非常有台湾特色 终于到晚餐时间了 我们今天吃的是超级有名的牛肉火锅 是我最爱的美食之一 这间店叫做湖冬牛肉馆 你可以将温滴牛肉放到火锅汤里搅拌一搅拌 就可以吃了 真是超级暖油鲜甜 还有这道菜芥兰炒牛肉 也是我的自爱之一 咦 为什么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可爱的 这么可爱陪着我吃饭 这么可爱陪着我吃饭 哦 是的 在这边加油 也有公读生帮你加入 你就坐着就不行了 在澳洲这个人工这么高的地方 肯定是没办法享受到这种便利 不过对台湾公读生来说 这个也是给他们一个体验社会 打工人的机会 又可以赚到钱也挺好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再给大家看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